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又回到我们的时间了 我们现在刚才看了很多我们王鼎大师规划那个生活馆 那是一个未来的期许 我们未来的一个很希望期待的 那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王大师已经设计好的很多作品 真的我们拿这个欣赏艺术品的这个观念来看 那我们看看您这个设计的 现在是一个您帮我们解释一下 我先介绍一个我刚刚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是那个乐主是一个广告人 但是我不便宜说是谁 那他这个房子是豪宅130几坪 这都商议的房子在大英公园附近 面对的大英公园 你看这好地方 对很好这个很好的一个景观 又很好的一个房子 那业主本身又是广告人 他的艺术的素养 他对色彩的要求很特别 我最喜欢设计这种东西 所以那整个感觉就是跟一般作家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他的 他因为他这户是两户打通的 电梯出来就是电梯间 那电梯变成一个玄关 对你看连他的沙发 等于说这个电梯是就他们 就他们自己用 整城楼他用的 对啊你看 你看他连沙发 沙发的颜色 沙发造型 墙壁都是用布林布林的水晶 这个实在不是一般人 是啊 他能够接受是最重要 对 你看哦 你看他玄关的地面 你看哦 因为他夫妻两个的星宙 他把两个的星宙 你看放在一起 这个实在是非常的现代 对很现代 对很现代 你看而且里面用那个LED灯打出来效果 一进来就晓得这一家的主人 他们的喜好 跟他们的夫妻的恩爱 你看看得清楚 他也选对人了 他找别的设计师做不出来说不定 是是是 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不过真的是他蛮喜欢这样一个 这个沙发椅也很特别 对因为他旁边有鞋柜 所以他专门偷鞋子 对 所以你看这又很特别的造型 你又不觉得矮板 又不觉得像一般的一个椅子做的 是一个造型 我先请问这位广告人的年龄 是什么年龄 差不多五十左右 那也很 对 那不错啊 广告人赚很多钱的 这看起来很年轻 是啊 他心态很年轻 心态非常年轻 对夫妻两个都很有气氛的 对对很好 对 那我们还不再看 可以啊可以啊再继续啊 你看他连这个门 这他的门大门 你看很 绝对你绝对没看过大门 是用水晶去做的 那他这关起来还是透明的 没有他这个是很厚很厚重的 他不是透明 只是我用玻璃 然后里面是水晶 看起来好像但是不透明的 不透明不透明 但是你看整个的那个质感 我相信从来没有人看过有水晶的门 我设计就是这样 连他的把手都是整个大块的水晶 真在说 你看一进去里面的一个屏风 也是整个用水晶去拼的一个 一个玫瑰的那种造型 这种家里每天就想回家了 是 不想在外面 听说他老公现在都不出去都在家 对啊 这进来的部分 他对画的收集也是花很多钱 其实去收集 那门间大概有餐厅啊 然后 这从里面往外看的 相关的部分 大概简单的讲 就是刚刚讲过这门 就是看到这门 就不透明了 你看这不透明 而且水晶的效果 就图案的安排 这个图案到 都亲自我跟工人在现场 去排了 去排出来的 是效果 你看他 然后相关过来以后 转进一边 这边是餐厅 然后这边是客厅 你看客厅 然后天花板 我是用光线 把它带到里面去 那我想请问 像这个地看起来很透明嘛 它滑不滑 不滑 好 我这个解释一下 对 因为这是用玻璃的 那一般人认为说 玻璃会滑 事实上玻璃 它除了做你丝 潮湿 它才会滑 一般如果不潮湿的话 一样的 跟他的知识一样的 我讲到这个 我就想起在北京 我到北京 它新的地铁 地铁 就是为了奥运 它就盖了新的地铁 那地铁 当然了 北京人蛮得意的 新的地铁 可是我看有很多缺点 最大的缺点 不是它的 除了屋顶矮以外 你去过没有 我没有 听说过 听说过 除了屋顶比较矮以外 那最重要是它的地 好滑 非常滑 尤其大家 在赶路的时候 那危险 我看好多人 我自己也差点滑到 但是我看很多人 都差一点滑到 那还没有下雨 如果下雨 我相信地湿的话 但是那个地 是不反光的 可是很滑 奇怪 它用什么材质 也是砖 也是砖 但是我不知道 那个是什么材质 很滑 所以现在我就 对这个地 我蛮注意 我一看 其实讲真的 像这个 看起来很反光 很光亮的地 不见得滑 不见得 看那个不反光 不见得不滑 没错 这是一个 因为我们有做过很多的 材料的一个考虑 所以我们当然是不能说 让客户会还 我们也曾经试验过 这个就是经验很重要 没错 好有福气 你看 你看 它这个大电视 你看我们又砍入在里面 整个感觉这个电视 可以打开 可以维修 可以里面控制 然后你看 这个全部做玻璃的 这全部是玻璃的 玻璃用烤漆的 玻璃烤漆 你注意到 鋼琴也是混红色的 有没有 鋼琴混红色的 大概同样没看过 好漫漫 但是在整个空间里面 它虽然很喜欢很多色调 但是我 因为我把墙壁 天花板沙花都留白 是 因为你有这么多墙的颜色 你必须留白多 这是一个设计理原则 对 所以在这个空间 就觉得不错 就不会觉得花 没错 但那个粉红色的 是你另外在喷的 还是他原来就买的 另外喷的 这设计师还要管人家喷钢琴 而且这个是他 那个业主的太太要求的 你看多浪漫 多浪漫 对 因为他本身是很喜欢弹 所以这一部钢琴本来是白色的 对 他那个时候 我如果里面全部是白色 看不到他的钢琴 然后他都问我 他粉红色可以不可以 所以我思考了一下子 可以 所以你看 喷好的有效果也不错 对 而且你在喷红色喷得还蛮雅致的 对 很雅致的 对 很雅致的 然后我再点碎一些 你看椅子啊 这些都红色的 然后因为我白的 留的很多 所以就不觉得突兀了 是 你看 这个椅子 你看还有椅子 这椅子是什么 这是麻将 在这边打麻将 喝茶用的 喝茶 你看在那么先来的空间喝茶 也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 对 连椅子都设计也很特殊的 你看 这第一面看得很清楚了 这感觉很好 对啊 第一面跟大理石的接触 这个施工商是蛮困难的 因为大理石跟那个 玻璃 是不能相容的 为什么不能相容呢 因为大理石它本身 会泛黄 所以用的那个 衔接的材质很重要的 我们今天还学了很多专业 这很专业 所以作为一个很好的 室内设计师 是不容易的 是 没错 他要很专业 要经验 耐心 艺术感 还要为客户着想 和安心 没错 因为这都是经验累积的 因为我们不只要有美感 我们也要有工作实物经验 对 不然你做起来的东西 真的会缺失很多 对 太漂亮了 这整个房子就是一个艺术品 没错 没错 就是这样子 今天访问了我们王鼎大师 就觉得对他更加钦佩 平常只觉得他很热心工艺 现在觉得他 好玩的 好玩的 好玩 另一个角度 你看他 你看他选的灯 因为主要我们设计者 跟叶竹是搭配很重要 因为业主他能够接受你的观念很重要 对 我设计师大部分都不是很喜欢有吊灯 但是他很喜欢吊灯 他的选择是吊灯 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觉得搭配在里面 反而有画龙点尖的效果 这就要把业主他希望的东西 你又不能太坚持我们自己的意思 但是要把他希望的东西 跟你的设计要能够相容 没错 也很调和 不突兀 这个很难 对 我们现在再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会儿 我们再看看王鼎大师 很难得嘛 再看看王鼎大师别的作品 对 他在请设计